各位好,昨天我用粤语做了一期 有关装饰印跟粤语关系 谈到这个粤语是自带装饰印的 本来今天我打算继续讲 在铺纸上面的装饰印应该怎么样填词 但是这一两个星期在平台上发生了事 让我不得不在今天休一点时间去谈一谈这个话题 你知道吗,这两个星期发生了事 让我真的有平台试 不讲武德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吗 实际上我发觉这个头条西瓜还是抖音 越来越发生一些不可理解的处理手段 先看看这里 这里是我的西瓜的后台 这里有一个视频 是我的创客系列 这是六足即先受到执着 他说抖音不适宜公开 不适宜展示的内容 他有这么多个可能性 我一个也看不明白 还有这个更奇怪的是 压格力加版的基本技巧 又有什么不适宜啊 难道理解 这些都是我早期的一些视频 比方这一个 这个完成了 这个完成了XXX台的XX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用XXX啊 没事啊 没有下架 所以这首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呢 所以已经下架了 我受到这个 知道了 我是成全了 那就是说 原来的作曲 不许我去改变 好吧 我不改变 但是我在最近 把这件事 在这里吐槽一下 我说 我是说我的成名作 被下架了 太会了 我不能再行差大错 那就是我知错了 也有不小的 有六万 差不多六万播放 还有七十元的受益的 但是没过了一个星期啊 再把我这个视频下架 你看到吗 其实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没有唱整首歌 我只唱了两句 唱两句 他都不能接受 也把我同样的下架 好了 这个下架之后 我再来第三个 这第三个视频 我不敢再唱了 我一句也没有唱 我就是把这一个 放在这个标题 同样 再下架 没人看的 很小的 六百多 但是一样下架 那你让我有什么感觉 我感觉就是 现在简单来说 就是跟古代的文字语 差不多 就是你在标题 也不可以提到这一个作品 因为人家不喜欢 所以以后啊 对不起了 我不能再唱这首歌 还有连这个标题 我也不敢说出口 那大家怎么看这一件事情啊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改变 为什么我不写这个原创作品 我不使不写 现在我跟我的学生都在上土有关这件事 所以我们自己有代表圣的原创作品 但是在这一个我们叫做西瓜平台 这个头条平台 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受费的平台 你们看这个平台的视频是没有肤浅的 所以啊 我花太多功夫去做这个原创作品 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因为我在这里收益一点要不多的 很好的很好的播放都只有几十块钱 所以我不打算在这里做原创作品的 假如我能写出一些原创的作品 我也只能把它放在其他的平台 一些收费的平台 把它卖钱 对不对 在这里做改变就是唯一的出路 因为改变很快 我可能花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我就能改好一首歌 而这个平台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改变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一向都鼓励我们做二度创作 打成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平台 我就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改变歌曲 在这里出现 所以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做 假如我参加这个平台 你一早告诉我不能二度改变 我便不做 但是现在看起来它是双标 因为这一年之内我有很多改变歌 它什么都不下架 就下架刚才我说的那一首 可能因为那一首是一首非常火的歌 所以特别把它下架 不行吗 你可以看看其他的 这首有没有下架 没有啊 那这首呢 也没有下架 播放也很高啊 这首呢 也没有下架 后来的也没有下架 最近的呢 也没有啊 为什么便便这首要下架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 而这个平台是不讲舞的双重标记 因为我告诉你 我在香港有参加其他的平台 比方这个特别严厉的油管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刚才说油管是出了你严格的 只要是改变歌 它一定不符合资格 唱两句不符合资格 改变歌不符合资格 唱两句不符合资格 不符合资格 就是你不可能在这一首歌有什么盈利 给你看看吧 看到吗 一致收益是没有的 其他的符合资格的 符合资格的视频你可以看看 它是有受益的 分别就是这样 参全的 用言家旋律的 改变的 没有收益 不符合资格 没有收益 没有参全的 有收益 跨说回来 这样一个这么严厉的平台 他也没有把我这一个 承认作XXX孩的XX人下架 还是开启 也没有不符合资格 这一个同样 也是开启 为什么这样两个没惯痛痒的视频 就只有在这个标题 用了这个歌名 仍然在我们这个西瓜平台上被下架 这个我真的想不通 好了 今天我吐槽完了 以后我再不会踩进这个坑 我也不会再唱这个歌 我也不会再用这个标题了 我就乖乖做其他旧歌啊 没有版权的歌的改变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里了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请你关注点赞及转发 再见